这是一个学校分配女朋友的世界 只要报名学校的夫妻实习课 就能跳步结婚直接拥有老婆 学校甚至还会给你们分配房子 让你们在里面甜蜜双排 更夸张的是 如果两人的亲密度不够的话将无法毕业 只能在里面住一辈子 所有人都对这项课程期待不已 唯独我们的男主毫不在意 只因他是一个宅男 对他来说女人哪有游戏重要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邪魔なんだけど 两人只能乖乖地走到一旁 机友对领头的女人十分爱慕 可男主却说 对于这种暴力女孩 她是一点兴趣也无 毕竟她的心里只有自己的青梅竹马 甚至还把游戏里的像素老婆想象成了世之 男主是真的想能和世之组成世息夫妻 为此他愿用既有十年的单身时间来换取 但无奈是与愿违 现在的他不仅要和杜边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更关键的是 两人的暗恋对象还分到了同一组 此时的男主十分懊懵 也就是在这时 两人的行为被学校的感应器扣分了 本以为杜边会和他一样无所谓 这课程还能更换老婆吗 在看过实习手册后才知道 原来在月底前成绩排名前十的夫妻 便可以申请交换半名 而杜边的目标自然就是班级的校草黄毛 为了达成目的 他不介意暂时扮演男主的完美妻子 接着他便上手搂住男主 软眠的感觉让男主的小脸顿时通红无比 这下男主有点把持不住了 于是决定先去买瓶饮料冷静一下 杜边依旧热情地跟他告读 可等男主离开后 他却蜷缩成一团伤心起来 毕竟自己也是第一次这样放到 如此这般也只是为了能和男生黄毛同处 而男主刚来到楼下买完饮料 就看到了他此生最不想看到的一名 因为自己的暗恋对象正和黄毛在夕阳下散步 他实在接受不了这种虐狗的场面 只见下一秒 他便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公寓 杜边喝着饮料 便意味深长地看着男主 此时此刻 他全身都变得毫无颜色 甚至连一点精神也提不起来 对此杜边很是乌鱼 难道只是因为对手是黄毛你就这么笑成吗 文言男主更是难受了 毕竟黄毛可是笑草 不过杜边倒是不在意 他鼓励男主一起加油 只要我们的分数能高就会有机会 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了 原来是男主的机友过来找他看慢战 于是男主便准备出门 但杜边却有些不情愿了 毕竟突然离开的话可能会导致扣分 当然如果出门前来的亲吻可就不同了 男主本来是不敢的 但耐不住机友在那狂催 关键杜边还在一旁玩火 这可是你逼我的 好家伙 这波操作直接震惊了我两年半 两人大约亲了两分半男主才肯放开 那软眠的感觉在男主的嘴角不停徘徊 杜边则是全身瘫软的坐在了地上 时间一晃就过了一周 这天刚好轮到男主之日 但好巧不巧的他又撞见了狮枝和黄毛 关键两人还抱在了一起 这下男主的小行星彻底碎了 备受打击的他直接摊在了课桌上 他能感受到自己与狮枝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之前对方还偶尔会找自己搭话 可现在却是不闻不论 想必与黄毛是有了非一般的进展吧 很快来到了放学的时刻 学校外下起了小雨 但男主并没有带伞 还好既有带了 可男主可不想跟他同称一把伞 就这样 男主被丢下独自一人 也就是在这时 他的身后传来温柔的声音 转头一看原来是狮枝 他也刚巧因为社团原因留了下来 男主好奇狮枝怎么也没带伞 狮枝则解释到自己忘带了 这甜美的模样 直接让男主小脸通红 狮枝指了指窗户上的涂鸦 说自己上次也遇到过类似的虫子 当时快被吓得半死 男主立马想起 上午狮枝搂着黄毛的一幕 原来只是因为虫子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突然这时狮枝请求男主 能不能像小时候那样 叫自己的名字 男主虽然感觉有点懵逼 但他很清楚 这是自己向狮枝表明心意的好机会 可就在他开口准备表白时 黄毛却不合时宜地出现了 原来他知道狮枝没带伞 所以刻意回来了一趟 男主听后便让他们先走 自己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狮枝虽然有些不舍 但也还是答应了 与男主同样伤心的 还有一旁的杜鞭 刚刚的一切 他全部都看在了眼里 没过一会杜鞭就拿着伞走了过来 两人就这样一起撑着伞回到了公寓 不过一反常态的是 杜鞭居然亲手给男主做了蛋包饭 并且还手把手 与男主挤起了番茄酱 在杜鞭的御手 男主吐槽杜鞭这般自己 岂不是很没面子 就在气氛一度陷入尴尬之时 杜鞭突然站了起来 然后乖乖地将勺子中的饭给吃掉了 两人的距离突然变得很近 情不自禁地就想要吻上去 然而就在这时电话却响了 原来又是死党给他打的 虽说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破事 但却相反帮了男主欲罢 这天晚上男主正坐着与失智的美梦 关键时刻却被杜鞭的敲门声惊醒 不料开门后杜鞭竟直接扑到了男主环里 就这样两人开灯在客厅看起了恐怖片 杜鞭害怕的用手遮住眼睛 男主不禁调侃杜鞭这么怕害怕 原来他听闺蜜说看恐怖片 可以让两人变得更亲密 这样一来就可以赚到分数 闻言男主直接将电视关了 只因他觉得这个策略不会成功 但杜鞭却坚决要看 他相信只要两人一起克服恐惧 就一定能够获得分数 毕竟只有分数达到一级 他才有机会和他的男神黄毛当实习夫妻 为此杜鞭还特地买了情侣睡衣 这样光是穿上就好像能得到分数 说完他就当场换起了衣服 而这直接让男主整被人蒙圈了 内心的小鹿一顿乱撞 不愧是学校里出名的辣妹 居然经验丰富到不再不细致 既然杜鞭都不把自己当男人 那男主也干脆两段地换上睡衣 可这时家里突然停电 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他就被杜鞭给推倒 这让男主有些把持不住 但是他发现杜鞭在不停地发动 而墙上的分数也在随之增加 接着男主摸到手机准备打开手电 杜鞭还没来得及阻止 就被男主看了在惊光 紧接着男主就被一顿暴打 由于停电导致两人的房间无法打开 一旁的杜鞭催促男主赶紧回来 虽然这种命令的语气让他有些不熟 但平时确实是看不到杜鞭的这一面 这样一来感觉似乎还不错 然而令男主十分不解释 杜鞭为何会贴得这么紧 接着杜鞭就让男主说些有趣的话题 话虽如此时则却是杜鞭想当回一句 毕竟母胎单身的男主显然不可能恶无女生 正想着看看男主如何出丑时 不曾想男主竟真的开始讲起了笑话 然而刚开始讲时还没注意到 可越听就越觉得不对劲 原来男主讲的其实是鬼故事 并且还是一口紧一个真子的那种 明明故事都还没进入正题 杜鞭就已经被吓哭了 只见他轻轻地伸出了小手 那惹人恋爱的模样让人不由的心动 试问谁能顶住这样的女孩 男主只能不断默念青梅竹马的名字 好像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坚守出心 接着杜鞭拿出一根不需要点火的蜡烛 这是闺蜜今天送给他的礼物 燃烧后能散发出阵阵香味 这种味道让杜鞭很是放松 谁知男主却不解风情 直接吐槽说味道难闻 看着桌子上散发淡淡亮光的蜡子 杜鞭很快就闭上眼打起了瞌睡 男主则在一旁盯着他看 亮光点缀在杜鞭的脸上甚是动人 这也让他情不自禁抱住了杜鞭 接着还不自觉地握住了杜鞭的小手 他觉得自己真的拿杜鞭没办法 如果依靠我能让你安心的话 那你便随时都可以 谁让我是你的实习老公呢 接着男主也睡了过去 杜鞭可谓是足足忍了两时半才敢起身 原来他刚刚根本就没睡着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月底 也到了公布平分的时刻 男主和杜鞭出乎意外地达到了B级 距离能交换搭档的一级就差两个名字 可不料黄毛和狮子他们却是倒数 对此男主非常在意 毕竟互换对象双方都必须得是一级才行 可要是按照这个分数下去 不管自己与杜鞭扮演多完美的夫妻 争取到多高的分数 依旧不可能跟狮子交换在一起 男主越想心越乱 一不小心就被花洒的凉水淋成而重感冒 卧病在床的男主开始幻想 要是现在狮子能在自己身边照顾就好了 好巧不巧 这时门铃正好响了起来 于是男主艰难地打开房门 迈出自己沉重的步子 本以为是杜鞭提前回来 不料下一秒却发现门口的人竟是狮子 男主震惊地连额头的退热贴都掉了 疑问才得知 原来是杜鞭将男主感冒的消息告诉了他 所以才特地过来看望男主的 男主听后直接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时狮子也拿出了带来的退热贴 狮子和杜鞭的体贴简直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这也让男主不由地想起了那年夏天 但关于交换仪式他却又只字未提 也可能是氛围到了 狮子也说出了真心话 原来他和黄毛相处得很僵硬 这个月的分数更是惨不忍睹 在这样瞎搞下去怕是连毕业都成问题 虽说自己总想再努力一下 但却总是不得要理 闻言男主直接激动地就抓住狮子的手给他打气 可话刚说完他却又害羞地躲了起来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狮子还在照顾着男主 似乎有什么话想对男主说 但他却又欲言又止 毕竟自己也不是男主的实习妻子 原来那年夏天是诗之约男主出来的 本来是想着跟男主表白的 可不料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完 男主就一脸阴沉地走了 那时候他还以为两人再也不会相见 如今的他十分地后悔 如果这次自己再争取一次的话 那会不会和之前的结果不一样呢 而另一边 杜鞭正约了闺蜜在吃甜点 朋友还调侃他黄毛马上就要被诗之给抢走了 但对此杜鞭却丝毫没听进去 只因此刻他的脑子里想的全是男主 甚至吃了松饼都会让他想起跟男主亲吻的触感 一瞬间就脸红心跳起来 等杜鞭回到家后 他便拍打自己的脸蛋给自己打气 这时男主的声音突然传来 原来他是来道谢的 他很感谢杜鞭今天给自己与师之相处的机会 说完便心满意足地走了 时间一晃又过了两天半 杜鞭为了追求自己的男生黄毛 于是亲手做了一份便当 而男主的任务就是当事吃员 男主再尝了一口后表示虽然好吃 但他还是比较喜欢甜甜的蛋据 不过黄毛在杜鞭的印象里是成熟型的男生 加糖的话可能会不太合他的口味 接着杜鞭又让男主尝一尝其他的美食 男主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这时屏幕的分数又增加了 醒目的爱心没能逃过机友的法眼 他嫉妒男主竟能吃到杜鞭做的便当 自己就和分配的妻子合不来 相比之下还不如玩游戏来的舒服 刚说到这里 机友的八卦之心又开始熊熊燃烧 他想知道男主和杜鞭发展到哪一步 可男主却说自己的定力是顶级的 压枪能力无人能敌 当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此刻杜鞭刚好路过 于是便问起了男主便当的胃保如何 两人间的打情骂俏 直接把机友的眼睛都给震碎了 这天早上杜鞭正在准备午饭 他打算去给兼职的黄毛送便当 不料男主刚好肚子咕咕叫得不停 于是杜鞭便好心的给他加了一份蛋捲 男主本想晚年拒绝 可杜鞭却说只是多出来的而已 在吃下的一瞬间男主就发现 但真正做起来又是另一番感受 毕竟杜鞭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从来没有这样精心打当 可这种想法来得快去得也快 在离开之前 杜鞭还想再来一套上回夫妻出门前的亲亲 就在男主准备例行宫试试 试试就突然过来了 还顺便带来了点信心两人试试 说是按照黄毛喜欢甜甜的口味做的 文言杜鞭露出了耐人寻味的表情 这时试试也注意到一旁的可爱便当 他还以为两人是准备去野餐 男主本来是想解释的 但考虑到此时杜鞭的感受 最终直到试试离开也没能说出来 而此时的杜鞭蜷缩在沙发上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小丑 连暗恋对象喜欢的口味都没弄清楚 就自以为是的准备了便当 自己真的是一无是处 看到平时强势的杜鞭这般沮丧 男主的内心也不由开始心软起来 本想安慰却无奈自己是个直男 只知道一味地夸赞杜鞭的优点 不仅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很棒 只要是个男人就会有非凡之想 此话一出男主却突然意识到了不对 可还没来得及解释 下一秒杜鞭就扑了过来 这暧昧的距离顿时让男主的脑子荡击 两人的心跳声也是清晰可温 此时的杜鞭让男主可以对自己做任何事情 说罢便抓起男主的小手 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男主顿时感觉一阵飘飘欲仙 但是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 而且一旦这样做了抖 那么那个开朗的杜鞭就会消失不见了 于是男主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杜鞭 虽然男主及时压住了枪 但话一出口还是有些后悔的 而这番话也直接让杜鞭伤透了心 只因他觉得男主放不下诗之 既然如此 往后他们也没必要再假扮夫妻了 就这样整整过了两周半 杜鞭始终没和男主说过半句话 墙上的亲密值也在不停下降 直到月底成绩公布这天 诗之和黄毛成功挤进了一集 但诗之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男主的成绩反而垫底了 得知成绩的好兄弟连忙跑来询问男主 但男主并没有告诉他原因 关键是他自己都没搞懂是为什么 原本男主一直以为杜鞭只是在挑衅自己 可自从经历了上回的事件后 他觉得杜鞭没准也和自己一样是个初学者 也就在这时 诗之主动地找上了男主 他希望能跟男主找个地方单独聊聊 于是两人来到天台 诗之开门见山地询问男主与杜鞭之间发生了什么 他表示如果男主有困难的话 他也会尽全力帮助男主的 但男主也不是很清楚 但诗之却觉得 杜鞭一定会明白男主的想法 毕竟两人一整天相处的时间比任何人都要长 作为轻微竹马的他可以保证 男主也被诗之的这番话给鼓舞了 回到家后他就发现 屋子里虽然很冷清 但桌上的合成牛排却甚是惹意 上面还详细地写着牛排的加热方式 显然是怕他胃疼受不了 看来杜鞭一直是在意他的 于是男主决定鼓起勇气去跟杜鞭道歉 接着便敲响了杜鞭的房门 不曾想杜鞭竟直接开门让他进去 看着这充满女生气息的房间 男主瞬间觉得上头 相反杜鞭却表现得十分随意 男主并没有在意 而是直接果断地跪下开始道歉 杜鞭见状也是吓了一跳 他让男主立刻忘了之前的事情 可男主却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直接就说出了自己 其实曾对杜鞭做过很多次瑟瑟的幻想 所以如果能有那样的体验 自己反而会觉得很幸运 此话一出杜鞭立马脸红得反了 毕竟在女生的房间说出这种话 实在是太没有神经了 可男主却依旧不停地说道 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总觉得应该好好珍惜杜鞭 况且如果上次真的因为一时兴起 做了那种释怀 那自己一定会无法释怀 包括现在也一样 他只是想能和杜鞭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所以他希望杜鞭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接着还将杜鞭头上的床单摘下 杜鞭抱着肚子哈哈大笑 男主显然搞不懂他在笑什么 解释后才得知原来杜鞭觉得 男主刚刚就像在求婚一样 对此男主也很文明 还不是因为你说不当夫妻了我才这样 但怎么说都是学校的规定 无荡可就避不了夜的 男主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与其说被骗到不如说是气氛使人吧 眼看男主就要爆发 杜鞭一把便将冤者拉了过来 此时不稳更待何时 男主情不自禁便拱过去 然而下一秒却尴尬 原来杜鞭只是想少了 不过他想生气也生气不起来 毕竟只要杜鞭一笑就直接咽笑云丧 总之两人又重归于好劫位的夫妇 夫妻的分数也是重新开始 这天练习两年半的黄毛 正在篮球场上大显身手 帅气的模样 直接让一旁的女孩们心花怒放 反观我们的男主 却只能坐在旁边一脸阴沉 只因他不会打篮球 他看向另一边的杜鞭 只见他满欢喜悦 就连失之也是露出了笑容 男主直接就将脑袋埋下低沉起来 这时机友说最近听到一个传闻 他感到十分的好奇 而杜鞭的两个好闺女 也听说了这个传闻 那就是杜鞭可能不会交换伴 毕竟他们上个月的分数 就已经到达了几 既然没有变动的话 就说明他们应该相处得很明强 听到这话男主变得更加沮丧 就连既有穿女装都哄不好的那种 没等下课他就失落地离开了体育 也正是在男主怀疑人生时 失之却突然走过来 毕竟两人是青梅竹马 失之一眼就看出了男主有心事 他还以为男主是和杜鞭吵架了 果真是哪壶不该提哪壶 乞讨的路人甲 两人的差距不能说一个天一个地 只能说完全不在一个次元 要是现在失之知道了自己的烦恼 全都是因黄毛而起会怎么样呢 他再次想起了失之为黄毛 作变当时的表情 此时的失之也发现了男主的不对劲 与此同时 杜鞭正在体育馆整理器材 突然身后传来声音 回头一看后他发现来者竟是黄毛 一时激动的他直接将架子上的纸箱给撞到 好在黄毛眼疾手快 在纸箱砸下的一瞬间成功救下了杜鞭 黄毛也为刚刚突然叫了杜鞭的名字打到道歉 对于这点我解释一下 小日子只有在亲历的人之间才会直呼名字的 不过杜鞭倒是没有在意 反而是向黄毛道歉 接着黄毛就转身准备离开 也就是在这时 杜鞭鼓起勇气叫住了黄毛 他想询问黄毛是否会一直跟失之做夫妻 黄毛直接表示肯定会一直做 因为他和失之的感情非常好 这回答显然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此时的他只觉得痛彻心扉 自己暗恋了两年半的男神 竟然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 而自己却像个花痴一样莫名心动 这时黄毛也看到了杜鞭在流眼泪 于是便担心地上前询问 而杜鞭却谎称是灰尘走进了眼睛导致的 接着黄毛伸出鸡爪 然后抓住杜鞭的下巴 双手捧着他的脸 还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 话说人家眼睛竟灰尘了 看你的眼睛有了用 很不巧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机友给撞见了 他立马就断定两人是在亲密接触 回到男主这边 诗之回答着男主的问题 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交换实习办理 但字里行间却表露出了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如果对象是男主的话 他倒是不介意 娇羞的模样顿时让男主鼓足了勇气 他一定会努力在月底拿到前十 届时他也希望诗之能在其中 就在这时机友突然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 他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好兄弟 男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到一个人 一刀一千八的伤害 他能连续刀两分半 但无奈被打断了就是打断了 男主也没有勇气继续表白 也就是在这时 脸蛋像个红苹果的杜鞭出现在了男主面前 两人四目相对之间 男主隐约察觉到了自己头上绿了一片 而机友就这样尴尬地站在四人中间 这该死的修罗场让他无比的绝望 好在黄毛率先打破了这种局面 将体育馆仓库的钥匙交给机友后 便和视之结伴离去了 看着两人恩爱的背影 男主和杜鞭心里都不是滋味 回到教室后 男主心不在焉地玩起了游戏 这时机友走了过来 他还是决定要将那魔律告诉好兄弟 于是便把他刚刚看到的一幕告诉了男主 他觉得两人绝对是亲了 男主表面虽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实则内心早已是波涛汹涌 等放学回到家 看到杜鞭正躺在沙发悠闲地玩着游戏 男主便开始间接地询问杜鞭 是不是和黄毛亲亲了 看着男主一副赤醋湿落的母带 杜鞭不由地就笑了起来 他解释只是自己的眼睛进沙子 黄毛过来关心一下而已 此言一出 男主顿时觉得自己被机友给坑了 可杜鞭笑着笑着 眼泪却不知觉地掉了下来 男主也注意到了杜鞭的不对劲 于是他双手抓住杜鞭的肩膀 男主也有些不知所措 于是他咬紧牙关地抱了上去 不得不说男主还是有点东西的 毕竟这样在拥抱的同时也等同于把脸转开了 他现在什么也看不见 所以杜鞭想哭就哭吧 此话一出 杜鞭再也忍不住 眼泪喷涌而出 直接放声哭了起来 冷静过后 男主感觉自己又做了一件蠢事 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刚才的过激举动 而也就是在这时 洗完澡的杜鞭穿着男主的T恤就出来 口中还吃着棒冰 虽说衣服有些显大 但却是意外的合身 他靠坐在男主身旁 这又人的姿势让男主眼睛一动都不敢动 好家伙 男主直接连敲108下佛钟才勉强压住用户 小青见了也要直呼内行 他让杜鞭不要戏弄自己了 像这种穿着打扮在黄毛面前出现就行了 不吊着阴阳怪气的话语 却让杜鞭找回了自信 他觉得男主肯定是吃错了 其实自己并不是男主想象的那种幸福女生 就比如和男主接吻的那一次 其实那还是他的初吻 这天男主一早就来到了学校指律 可出乎意料的是 他竟然遇到了自己的暗恋对象诗志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另一个指日生临时有事 所以才拜托诗志代替他 此言一出 男主顿时小鹿乱撞 只见不到两分半 两人就只剩擦黑板没完成了 然而巧合的是 他们的小手却正好撞到了一起 本来放在平时就只是件小事 可毕竟现在两人乌男寡女 男脸会产生些不一样的感觉 好家伙 男主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可即使这是梦 他也要不顾一切地亲上去 正当他撅起后嘴唇准备下嘴时 却发现诗志只是轻轻撩了下他的头发 他表示男主头发上沾到了些粉米 这一瞬间 男主简直想死的心都有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诗志其实也跟他想的一样 只是关键时刻他却掉链子 而且值日仪式也并不是巧 那是闺蜜为了撮合他和男主送给他的机会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晚上 此时的男主十分惆怅 回想着今天的一幕 明明是大好的机会 却什么也没发生 不过他觉得这样也挺好 毕竟如果在读初中时 就跟诗志表白背剧的 也许就不会像今日这样说谎 既然诗志还愿意留下一点美好的回忆 那对自己来说也算是一种幸运 也就在这时 杜鞭从屋里走了出来 还贴心地给男主递来一杯牛奶 他询问男主今天和诗志的进展如何 其实在男主值日的时候 他就刚好看见了两人秀恩爱 这一幕让他内心很不适自卫 此时的男主害羞地回过头 然后将话题转移到夜晚的星空 可杜鞭可没打算放过男主 他故意抛出话题想看看男主的反应 要是今晚能和我的男神一起看星星 那星星也一定能更美 闻言男主果然是试错了 只不过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吧 杜鞭还以为激将法对男主不管用 于是再次尝试与男主拉近关系 他希望男主可以叫一下他的名字 两人突然反应过来后 杜鞭立马解释只是举个例子 然后便立马冲回了房间 此时的男主虽然一脸懵圈 但他知道杜鞭心里已经有了黄毛 所以便觉得是自己想多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杜鞭这次确实是心动了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学校决定临时进行一场考试 指引小两口们都光顾着谈恋爱 这就导致了夫妻试息期的学生成绩效果 所以只要是不及格的学生就要接受补习 与以往不同的是 本次的成绩将会以小两口的分数一起合算 因此补习一事也算连带责任 文言男主整个人都不好 毕竟自己某几颗的分数一直都在平均分一下 要是他不信考杂了 杜鞭怕是会直接手撕自己 而与男主相反 此时的杜鞭还在考虑着该不该去看空空的演唱会 完全没有一点危机意识 放学后男主本想邀请杜鞭一起复习 谁知杜鞭却说他要去唱歌 于是男主便问了他关于考试一试 可杜鞭却说考试这种事情 明天再想也不迟 不过他那左右飘移的视线 很快就被男主给精准捕捉了 这可大事不妙啊 原来拖后腿的另有其人 于是男主就要带杜鞭回去学习 可杜鞭却说自己很难拒绝男生的邀请 可男主未免也太拼了些了 结合起两天的种种来看 显然是为了能在学习上改上失职 但男主哪里知道杜鞭在想什么 现在的他十分怀疑人生 只因杜鞭做了几题后就不想学习 并且还是叹心地靠到男主身上 最后经过两人的共同努力 一张试卷终于是完成了 可杜鞭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 毕竟一想到男主学习能力比他还牛 他的胜出欲就开始猛然爆发 于是下一秒 他就再次靠在了男主怀里 原本是想着要让男主出下丑 可男主连眼睛都不敢睁开 这可不行 接着杜鞭便使出了以往的杀手锏 此时的男主内心不断地跟腾 这下真的是无力在反驳了 害羞的同时一不小心就是一滑 虽说此时杜鞭的内心很慌 但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还说男主这次又输了 所以现在可以放开他了 可对男主来说 哪有挑衅后又乖乖放开的道理 于是下一秒 他就开始慢慢朝着杜鞭靠近 原本杜鞭也是打算就此白点 可望了没想到男主此时却留起了一心 这可真的是太射死了 看着如此没出息的男主 杜鞭也是不由地笑出了吞叫 好在男主早已习惯了杜鞭的调查 他向杜鞭坦白 自己现在做的一切 全都是为了能让杜鞭和黄毛早日一走 毕竟一直以来都是杜鞭在努力 而这次则不同 学习上的是自己可以付出一会儿 一方话说的杜鞭很是感动 看着一旁憨憨的男主 杜鞭却有些不舍 要是自己真的进了前十 然后互换情侣 那么两人就没有机会再道别了吧 可他早已习惯了出门女回家时的问候 即使衣服上用的是相同的喜意 也不再会是一样的味道 最近男主发现杜鞭的说话非常奇怪 因为之前都是直呼他的名字 然而现在却摆成了用姓式称呼自己 突然间的改口让男主很不习惯 于是下课期间他便上网查找原因 可惜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答案 于是他整整想了一天也没有丝毫口许 直到在晚上洗澡前 男主突然有了启发 因为他回想起了昨晚的对话 男主猜测应该是因为自己 一直没用杜鞭的名字称呼的 所以才会导致如此 也就是在这时 杜鞭信冲冲的闯进律室 然后举起手机 表示这个月他们夫妻实习的排名是年纪第八 接着还扑到了男主怀里 这可爱的模样谁能顶得住 男主也只能结巴地表示 能不能先让自己洗完澡 于是在洗完澡后 杜鞭就给男主用上了心满的护发素 还夸赞男主头发的味道真好 趁着杜鞭吹头发的见习 男主也决定卤上一把 害羞的杜鞭直接拿起风筒 对着男主就是一顿输出 但等男主缓过神来时 杜鞭却似乎变了一个人 他希望男主能一直叫他的名字 因为这个叫法他更喜欢 毕竟两人剩下的时间都不多了 只要能多陪他任性一回就好 此时的男主也意识到 是啊 不久后他们又会变回原样 杜鞭也会变回自己的普通同学 而另一边 看到男主和杜鞭的分数后 闺蜜马上就找到了狮子 并且让他抓紧时间主动出击 要不然男主可要被他的实戏老婆给抢走 这时天空飞来一个昆球砸中了狮子 于是闺蜜立刻找到男主 并且让男主去探病 但其实狮子并没有什么大理 甚至还悄悄补好了妆容等男主过来 进来坐下后的男主 拿出了闺蜜交给他的慰问品 但他发现桌子上依然有离分 原来这是黄毛刚才探望石流下的 男主知道后内心不由地顿了一下 心中莫名感觉有些失落 而狮子则将话题转移到男主身上 他开门见山地询问男主和杜鞭的进展如何 男主说两人的相处得很不容易 并且经常吵架导致扣分 狮子却说十分羡慕杜鞭 毕竟自己还从未见过男主生气的样子 接着狮子表示自己很不安 只因周围的女生都在逐渐成熟 唯独自己还依旧像一个小孩 面对男生时还是会紧张的不行 对此男主十分奇怪 你和黄毛难道就没有接吻一类亲密的举动吗 闻言狮子赶忙否定 就算是和喜欢的人发展到那种地步 自己也会办不到 所以对方估计会很无语 而男主却说要是自己能够得到宝贵的初吻 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 他都会感到很开心 听到男主提起初吻 狮子突然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想跟男主练习一下接吻 做这种事的话好像不太好 也就在这时 宝剑室突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原来是渡边闺蜜想在这里睡个午觉 本来想着跟老师说一下的 结果人没看到却看到了这样一名 于是闺蜜一脸震惊的匆匆走掉了 好在他并未看清两人的长相 此时的两人生嘴早已煮成了鼠嘴 过了好一回来 男主这才反应过来 而狮子则是大口地喘得粗气 男主则不停解释刚刚只是意外 对此狮子倒是没说什么 只是让男主先离开 自己一个人安静迷惑就好 另一边渡边正在联系男主晚上下宝 谁知那小子却根本就不回话 正脑火石闺蜜却找了过来 还吐槽说学校真是乱 竟然有男女敢在宝剑室里乱狗 好巧不巧 此时的渡边也刚好收到了男主的灰心 并且是自己刚刚去了趟宝剑室探望失之 所以才没看手机 渡边这才意识到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时间一晃来到晚上十点 此时的渡边还站在门外 迟迟不改开门 因为他总觉得打开门后出现的将会是一个陌生的男主 终于在犹豫许久后 渡边推门而入 可刚走进客厅就听到喷叫声 仔细一听似乎是男主睡着发出的声音 话说男主不仅睡在沙发上 并且还把脱下来的衣服到处乱扔 最后还得渡边来收拾 有件衣服被男主死死压住 不管渡边怎么拔都无济于事 于是他只好将沙发弄平 这才把衣服给扯了出来 可睡成亏的男主怎么叫都醒不过来 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偷吃了自己做的九星巧克力 这睡得简直跟死猪一样沉 这是渡边想到了男主在保健室和失职可能会做的事 就以为他已经不是处了 于是他相当吃醋 下一秒就直接脱掉衣服 然后躺在了男主的旁边 第二天早上 男主一觉醒来发现手臂怎么没了置据 转头一看才发现 渡边竟然没穿衣服就睡在了自己旁边 此时的男主被吓得大惊失色 而渡边也被他的呼喊给吵起 他表示昨晚男主最老后 就对自己干了禽兽一般的事情 此时的男主怀疑人生了 要是自己做了还不记得 那真的就太差劲了 接着渡边询问男主昨晚真的是第一次 得到肯定后 渡边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这时男主突然道歉还为此字字 直到渡边说出真相 男主瞬间就怒了 而渡边则是一脸坏笑 此时的男主很伤心自己又变回了处男 可下一秒 渡边就捂住了男主的耳朵 随后轻声对其诉说着粗语 时间一晃又是两天半 今天有一场烟花大会 再得知喜欢的黄毛也要去世 渡边决定要好好打扮一趟 至于男主则成了负责换衣的工具 但说起竖腰的蝴蝶结却让他很是究竟 于是便问男主喜欢什么眼光 然而渡边却说男主没眼光 被摆了一道的男主很是不熟 而这在渡边的眼里却是男主分是错 对此男主当然是极力否认的 等腰带绑好后男主也累绑在底 接下来只要把腰带的边边塞进去就行了 可薄薄的御衣却又让男主浮向明天 只因渡边身上的温度 透过衣服传到了他的指尖 腰间柔软的触感仿佛一折就断 两人暧昧的气息 真的是无时无刻的传达着 很快夜幕降临 烟火大会也正式开始 好闺蜜间见面自然要先来一波商业互吹 之后闺蜜说出了今晚的计划 他们已经安排好人将黄毛带过来 就凭渡边今晚的打扮势必能将他拿下 渡边摸了摸身上的衣服 连想到这可是男主帮他穿的 可现在他却要穿着这身衣服去见黄毛 他不禁有些怀疑 如果自己再多喜欢黄毛一些 那朝夕相处的男主 还会不会陪在他身边呢 很快男生们就出现了 可奇怪的是黄毛并未出现 接着男生们就开始集体道歉 说是黄毛由于店里太忙 于是被安排去临时加班了 自己怎么劝他就是不来 闻言渡边摆了白手表示没关系 但他的闺蜜却先忍不了了 既然如此 给三人介绍女生的事就当他没说吧 但说到这里卷毛却突然来了记 作为陪罪他想请渡边吃东西 然而这种小心思可瞒不过旁人 既然如此不如给大家一起买 在将三人打发走后 闺蜜对渡边感到很抱歉 他们也没料到黄毛居然会临时有事 更是没料到竟还有人起了歹心 渡边自然是没有责怪解怜的 不过现在的他只想一个人走走 回想起自己今天一早正努力化妆 还花费了比平常更多的时间调整发型 就连寓衣也是百般挑选后的成果 本以为这是个决定心意的好机会 可在得知黄毛不能来的那瞬间 自己却反而松了口气 也就在这时 一旁突然传来路人的惊呼 渡边顺着声音看去 下一秒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只因他看到黄毛竟然在和湿之逛烟花大会 可现在的他不应该在店里帮忙吗 渡边整个人都不好了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就连闺蜜买了好吃的零食 渡边也完全提不起兴致 而我们的冤种男主则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阳台 想到渡边和黄毛此时的场景 他就心有不甘 明明自己和渡边做了同样的事 可为何他的眼里却只有黄毛呢 那自己又算什么 如果换了伴侣自己不再是渡边的老公 两人是不是再也不会有联系了 难道就只能做普通的同班同学吗 明明都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可一旦失去了夫妻这个身份 就真的什么都不胜了 就在这时手机突然想了起来 男主一看竟是渡边打开的 犹豫了一下他还是决定接通电话 可电话那头却只有断断续续的哭声 意识到不对劲的男主立即穿起外套就往门外走 可不曾想还没等他问完渡边在哪 电话就直接被渡边给挂断了 情急之下男主只好决定先出去再说 结果推开门就发现渡边坐在走 此时的渡边已经气不成声 其实他是自己跑回来的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男主给他穿了衣衣 也辜负了努力帮自己的闺蜜 看到渡边一直不停的道歉 男主在倾听的同时 也开始帮他抹去了眼泪 只要回来了就好 闻言渡边直接就绷不住 没想到男主竟然完全不计前行 男主安抚好渡边后 两人就在阳台看起了烟花 此时的渡边还不忘戏弄男主 让男主帮自己按他喜欢的方式保护疊解 男主听完后简直害羞的要死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渡边的请求 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二次帮别人绑腰带 其实在不知不觉间 两人都已经暗生情愫 只是他们都不愿意承认吧 在绑到最后一步时 男主突然忘了该怎么绑了 于是渡边果断的拿走了手机 他记得自己有保存这个教训 而男主也凑了过去 可这一凑不要紧 手机却差点掉了 好在男主眼疾手快 一下子两人的姿势就变得亲密起来 他让男主就这样喊他的名字 如果此时他能够听到 或许自己还能继续努力下去